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個謝謝佳倫剛剛那個介紹 還有今天很開心可以來這邊 那我想先回應一下就是說 佳倫有提到 那個我覺得 棋地鐵的傳洗手在做的事情 就是處理大家的遺地訓練 所以這幾年其實我覺得 有一些共同的事情在地發生 可是大家知道那個學生上課久了 在同一個地方會很煩 所以換一個地方 可是做一樣的事情 再回來就會發現那個動力又開始有 有學生在點頭 然後大家會好奇說 其實我們現在 我自己有一個設計公司 然後因為這幾年 因為在學校裡面監客發現了一些學習 可以處理跟改變的狀況 所以我決定成立一個跨校的學習平台 所以其實那個剛陸老師提到 我們共學群在做的事情 基本上很像棋地在做的事 那我們現在傳洗手 全台灣大概有七個 全台灣有五個地方 可以把大家丟去那邊產生田野的學習 其他還有兩個在日本 然後現在其實還在談 那當然收回來會跟這幾年 我自己的工作有關 就是工作大概都跟文化資產有關 跟理商有關 所以大概同學們如果有興趣的話 以後開團可以跟你們講 那我們其實學生在田野裡面學習的內容 大概會有一個主題性的東西 那也會回應到那個陸老師提到了 那個典範怎麼轉移 就是在別的田野學到的東西 我們怎麼轉到高雄來 讓高雄可以更好 那所以這個學習平台的起頭是 當然會跟自己的那個工作經驗累積有關 比如說我之前其實在公部門工作過 那處理的就是社造的業務 那不然今年的換名稱叫地方創生 就不要創傷就好創生 然後還有自己因為開設計公司接設計案 然後也陸陸續續在大學兼課 那我想說在台灣認識這麼多在地田野的朋友 那我就問他說 如果今天我帶了二三十個大學生來 那你們要開工作項目給我 所以你們需要有一群年輕人來 需要被幫助的工作是什麼 那這些工作開出來之後 我就把它列列 然後開始對學生找說 我需要這些工作 那對應到你們學校裡面 學習的那個內容連結是什麼 我倒是覺得那個是需要學生去思考的問題 所以因為自己的工作經驗這樣子 我就會想成立這個學習平台 那因為跟佳倫老師是認識很久的朋友 我們其實常常去日本玩 然後東方就帶著小朋友 小朋友最近出生大概不到四個月吧 十個月大 所以我決定就是辦一個學習平台 陪他長大 所以他現在我的願望是這樣 所以七地鐵傳奇所是一個怎麼樣的學校呢 我覺得他是一間在地知識傳承與練習的研究所 所以意思就是我現在博士還沒畢業嘛 還考不到教職 所以我就先成立研究所把自己當所長 這樣 所以在這個傳奇所裡面有一個重要的學習內容 是我希望在田椅裡面看 同學們在田椅裡面看到的那個在地知識 要跟學校裡面的那個系統性知識去做對話 那這件事情大家會回到 其實我一開始傳奇所的起頭 因為本身是跟陸老師一樣 是景觀建築背景出生的 因為我就發現說 為什麼在學校那個基地分析都談得非常 那個篇幅非常的短 可是偏偏對學生來講 其實那個基地分析、基地調查 是很好玩的 所以我就把基地分析開成營隊 開成工作坊 把大家丟到那邊三天 然後開始做調查 所以這個事情也會回應到 那個剛剛教人老師提到了 會希望修這個課的同學 其實如果之前有一些在高雄的經驗 那個是更好 那個會更符合一地訓練的狀況 那坦白簡單講就是 如果你之前在教人老師的課 在這邊我們是一個一個去問 到營隊來是我直接丟了三個 地方很厲害的導覽員帶你們講 所以你們的工作就是要吸收 那個故事之後自己消化再把它吐出來 然後再吐給那個在地的吐出來 同學在笑 所以大概傳奇所大概會想處理的事情 是那個系統性知識跟在地知識的連結 所以可以跟同學們說跟老師們說 為了今天我們三月的中山大學這次的營隊 我們準備了四年 意思就是說當這個起頭開始之後 我就把我自己跟工作室帶著學生 把我們丟到金瓜石的礦山去 所以我們陸陸續在礦山裡面 其實累積了四年 那這個起頭都是因為我 一開始在華泛大學監課的時候 帶一群學生去 結果發現我不知道在地 可以提供什麼學習內容出來 讓學生可以學習 所以我這個疑惑說好吧 那我就提那個 反正找錢嘛 想辦法找錢把自己丟到這裡 然後帶四年 所以我說你們這次三月的那個 如果大家願意參與跟休克的話 基本上是我們準備了四年的成果 那今天呢 其實我沒有打算把這個地方講太多 因為我覺得要保留一點神秘感 其實你們只要休克才會知道 休克之前只會知道這些 不過我還是大略講一下 大家對那個金瓜石跟水嵐東 不知道要了不了解 基本上它是台灣非常具有潛力的一個熱點 因為它曾經是東亞那個採金礦 那個最賺錢的一個礦坑 那它又是台灣的那個世界文化遺產的潛力點 那所以在這個區域裡面 有太多的故事可以談 基本上我們這次淫隊會去的是金瓜石聚落 可是這整個區域裡面呢 其實含著水南洞就是這裡是陰陽海 那這整區綠色的部分呢 就是文化資產保存的那個文化地整個區域 那大家最熟悉的大概是基隆山 再過來的這個九份 所以這個地方遇到最大的困擾就是 九份水南洞跟那個金瓜石灑灑分不清楚 就是大家說大家講你講 我們談了半天才知道 因為你講的是水水南洞 大家可以體會那個差異 所以我簡單介紹就是說 在這個區域裡面為什麼會採礦 是因為這幾個猴山 基隆山在這裡 這幾個山圍繞了這個山谷的地方 它的地底下都是礦脈 所以地上部你們看到文化資產流存的這個樣態 其實它是被地底的礦脈所決定的 所以這個地方會有一個系統性的邏輯 跟產業運作的邏輯 所以我們可以慢慢談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談那個地方創生的時候 會希望一個人不只來一次要來100次 那你來這裡還不只來一天要來100天 因為這個地方所以我們待了4年 你就知道這個地方 我們待了4年 所有的內容都還不清楚 我只找到在地幾個關鍵的夥伴 所以現在確定是同學們來 我可以提供好的故事給你們蒐集 蒐集之後你們可以做一些任務的編輯 去處理那個學習內容 所以這個部分的細節 我們可以等到你們修課確定之後 我們再花時間談 因為它真的太多了 然後這裡最熱門的地方就是這個13層 很多廣告都會拍這裡 然後這裡是陰陽海 那這裡是金瓜石 這過去就是9份 這個區域大致上的樣子是這樣 那我們營隊因為三天兩夜的時間 要安排住 跟那個移動的那個動線 因為我們不可能排那個導覽用走的 你們知道 光從那個金瓜石走到水蘭洞 大概就一天了吧 就三天兩夜 可能要排一個月才夠 所以我們那個活動的區域 主要會是在這個區域 那這個區域裡面最近有一個 大家都會聽過就是黃金博物館 黃金博物館 然後最近這個整個礦山 遊客最多的是韓國人 大家這個部分的內容 大家可以後續提 不過這邊我想簡單跟大家說明 就是說來這個營隊或者是 甚至是七地鐵傳奇所 想要處理那個學習內容是什麼 所以我們在大學見課的時候 通常會遇到那個學生 第一個你們一定會覺得分組很頭痛 上課要分組 老師又要分組了 可是我會跟同學們說 你們要在學校的時候 就學習知道最理想的工作團隊 跟最理想的工作內容是什麼 因為出了社會以後可能就遇不到 所以你們在學校裡面 要先熟悉最理想的狀態 所以你要抱著那個使命 出社會之後要去調整那個工作職場的 所以基本上會希望同學們如果來 揪團來更好 就是你們揪幾個任務 你們可以一起工作的那種同學們來 為什麼會想要這樣要求 因為我必須跟我在地的夥伴負責任 就是我如果今天帶來的學生 其實慘不出東西我會被罵 就是會說這個 所以我必須要處理一些 就是大家的共好 就是在地開心然後同學們也有很明確的學習內容 所以這個部分 這個是每個休課的同學是我 你的那個組員就是核心團隊 那你的別組的同學可能是參與者 這個外圍呢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我們去三天兩夜的營隊的時候 那個外圍就是在地居民 那在地居民會做些什麼事情呢 他會帶大家導覽解說會 所以你們同學們會吸收很多故事 你要第一件要做的工作 就是傾聽大家說故事 然後去組織這個我們的團隊 他其實不是只有你 不是只有同學 可能你三天兩夜結束之後 發現整個金瓜石的礦山居民 多讓你有團隊的感覺 那就對了 那這個居民呢 他在導覽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像剛剛那個佳穎老師有提到那個九宮閣 所以任何一個地方都會有人事物場景 那這些在地的生活的時候 會被交織很 怎麼講像麻花一樣編在一起 亂七八糟的狀態 那是他們的生活 所以你會發現說 當一個外來者跟在地居民的生活 其實是兩回事 所以我覺得以一個知識分子來講 需要去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呢 你們會聽故事之後呢 加上自己的探索 然後要回到學校去想想 學校教了理論工具跟科技工具是什麼 你們怎麼去分析整理 然後怎麼做創新處理 出來再跟居民分享 那這邊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這個跳過去 銀堆的內容大概分三天 第一天就是下午到 下午到的時候會做一個簡短的 我們會把大概說明一下 然後晚上呢 安排了一個音樂劇場 就是樂壇礦山 就是在地居民會出來 用音樂跟大家聊聊天 然後第二天的整天 其實你們就會開始 就是這天會很累啊 就是一直走一直走 然後晚上回來呢 你們就要工作 報幹工作 報幹工作 然後隔一天早上 就跟大家分享 理論上三天兩夜的營堆 大概是這樣喔 然後呢 這個 是我們之前營堆同學們住的地方 就是因為那個人數少 我去跟那個黃金博館談到說 住在那個日式的惡靈堂裡面 他是很非常開心 他晚上工作的地點在這裡 然後因為環境太好太開心了 所有同學晚上都沒睡覺 然後所以他是很開心的 所以你們可以看一下 你們導覽有可能去進到人家家裡啊 然後那個老伯伯會帶你們走啊 那可能會有淘基因的行程啊 然後也會進到在地的藝術家裡面 那個藝術家會帶你們做 他的作品的導覽啊 然後這個是之前 你們同學們的產出 之前我們操作的時候 因為是景觀建築系的學生 所以我們是書航照圖去做標註 然後這個都是工作狀態 然後居民的狀態 然後台大的那一場 學生的產出的作業是實境遊戲 所以那天在報告的時候 我發現是 剛剛那個吳靜錡老師有提到那個keyword 就是年輕人現在有一個新的名字 叫hashtag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在營隊的時候 看到學生一直講hashtag 那是什麼 原來就是關鍵字 就是臉書那個畫景 然後後面會跑出來的東西 所以那一天呢 台大的這場的學生 在整個晚上的過程裡面 整個丟出來的 是直接把聽到了故事的關鍵字組合之後 丟了一個實境解謎的遊戲出來 然後分不同的族群去操作 所以大概就是這整個介紹是這樣子 那如果有一些後續詳細的部分 就可以等待大家確定休克之後 我們再好好的談這樣 以上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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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